像《喝友人》或者《小鬼》 都是人生难得的经验 我觉得不是说 现在这个戏卖座 我记得他们来谈这部戏的时候 都还没有 这个戏还没上演 他们说跟九天一起生活 看着他们一起 然后一起打鼓 打着这个手这样子 这个 虽然皮也掉了 血也出来 他说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而且这里头就是要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怎么样的整个节奏 合而为一 就是那个 那个到最后自己都会 哇 你还狂起来 妈咪啊 一定 你是最久的团圆 对不对 是 你在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算不算厉害的 算就还蛮认真的 就是都因为知道 我们要就是 拍电影 可是他们必须要赶快 最短期间 对啊 赶快学好这个记忆 所以他们都很吃苦 每一个人 在很累的时候 我都看到他们已经快撑不下去 可是 对啊没办法 等一下导演要来现场 我就来再一次 对还是 小鬼是做那个 他学的不一样 他学的 因为他要扮演观想 对不对 那个他扮得不错耶 我觉得 他很认真 很认真喔 他拿到那支武器的时候 就自己在那边团练 然后我就跟教练讲 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行不行不行 行不行喔 然后他就狂练 然后教练就问我说 团长 要给他怎么样的训练 你就不要把他当作是人的训练 他一定就训练得起来 笑的 你一定没有想到是这样 对 但是 真的有那个味道 你不要看那个 他里头那个 我觉得喔 就是 在表演艺术当中 一定要叫到位嘛 对 到位 因为他没有到位喔 就不像 对 对不对 不管是传统也好 你改革也好 那个就是要到位 对 那种 不是每一个人画上去 那个头就可以摆到那样了 对 所以小鬼也是喔 他蛮认真的 蛮认真的 蛮认真的喔 这个 你朋友都去掉的也应该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